唐总 你怎么还带着男人来 真是太不像话了 哼 小子 你给我滚出去 起开 你就是韩孝忠吧 这唐若雪不是过来哀求韩孝忠高抬贵手的吗 怎么一副心事问罪的样子 韩孝忠 你耳朵聋了吗 还是你要做缩头乌龟 怎么说话的 是不是装你姐装的还不够 信不信把你也装残废了 看来 真是你韩孝忠找人装的韩剑锋了 哼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是不是活腻了 来人 打断他的双手丢出去 哼 韩孝忠 你做事不要太过分 唐小姐 我以为你今晚是带着诚意来的 没想到你却是来捣乱的 这让我很不高兴 不过看你这么有味道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今晚陪陪我 我不为难你朋友 你姐和你姐夫我也可以放过 不然我保证他们离不开天城 而这小子下场更惨 轻则断手断脚 种则被我沉入江底 不要质疑我的话 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 想要断我的手脚 你也要有那个本事啊 哼 小子 不止死活 动他 韩老板 你的保镖就是点能耐吗 年轻人 不要太嚣张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 会挤下拳脚 撂倒我几名保镖 你觉得很牛叉很厉害吗 不要幼稚了 你知道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吗 当众打人 这是要坐牢的 你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对了 我刚收到一个好视频 相见是缘分 跟你们一起分享一下 韩孝忠 你胆绑架我姐夫 哼 唐总 虽然咱们有嫌弃 但你不能血口喷人呢 我韩孝忠 是正当商人 干的是合法生意 我每天光明正大的钱都数不完 哪里有空去绑架你姐夫 哼 少说废话 快放了他 哦 对 15分钟前 也就是你们进门时 你的好姐夫韩建峰 带着一把弩弓和一瓶汽油 去海港集团办公室找我 他想要捅人和放火 结果被保安拿下了 为了避免危险 保安就把他绑下来了 我寻思 要不要让他人间消失呢 哼 唐总 天城是韩总的地盘 拾个你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拾去的就赶紧跪地求饶吧 呀 韩孝忠 你就是个畜生 你敢伤害我姐夫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宝贝 虽然你生气的样子很诱人 但我还是不喜欢你骂我 哼 如果韩建峰有事 你们全都要陪着 小子 你说话很硬 很有种 但是我不喜欢 林双 他是你的了 给他好好上一个 让他知道什么叫不是死活 好的 小子 你完蛋了 全部给我退后 不然韩先生就没命了 王八蛋 你敢劫持韩先生 我弄死你 小子 你这么牛逼 敢伤我的人 还敢劫持我有种报个名号 夜十三 好 我记住了 这个夜十三你们可以认识一下 他是萧家的贵宾 也是萧夫人欣赏的后辈 夜神一 萧贵来迟 还请恕罪 萧管家有心了 你来得正好 毕竟首刃韩总的戏码刚刚开始 我说你怎么牛哄哄的 原来是萧家的贵客 怪不得底气这么足 连我都敢劫持 别废话 马上放了韩建峰 把他带到这里来 不要想着伤害他 他有什么伤 你也会有什么伤 哼 小子 看在你是萧家贵客的份上 今晚我不为难你和唐总 但要我放了韩建峰 没门 你不爽 你就捅死我试试 只是你要记住 我死了你也出不了这个门 我这些兄弟一怒 谁都保不住你 说真的 你这些手下根本不够我碎牙缝的 王八蛋 有本事跟我单挑 看我弄死你不 放心 有机会的 小管家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而是韩建峰拿着弩弓和汽油要我命 我不把他扣起来 好好惩罚 以后还怎么混 还怎么面对兄弟 韩总 你这个话就没有道理了 事情经过 夫人和我都已经一清二楚 韩建峰找你拼命 不过是你唆使人开车撞他 还把他夫人差一点撞死 所以夫人让我过来通知你一声 不管是十三先生 唐总 还是韩建峰 他们都要安然无恙 这是小管家的态度 还是夫人的态度 你觉得我敢假传圣旨吗 放人 把韩建峰带到这里来 姐夫 姐夫 我 我没事 还不把韩先生放了 夜神一 冤家已解不已解 还是放了韩总吧 今晚给肖家面子放过你们 下次我一定弄死你们 我夜十三做事 还需要你们给面子 走 十三 若雪 对不起 今晚给你们添麻烦了 也拖后腿了 没事 你能平安回来就好 至于公道 迟早会讨回来的 是的 报仇不急于一时 当务之急 是你和大姐尽快好起来 不过以后不能再做傻事了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又不是武者 跑去人家大本营复仇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而且对大姐来说 你平安无事远比报仇更重要 不然她替你挡车就没意义了 所以再有什么事 一定要三思 不要鲁莽行动 明白 我也是被骂一击 脑子一热 就拿了鲁工和汽油过去了 看来肯定是被林丘凌骂的狗血淋头了 我晚点就把她赶回龙都 你先好好疗养几天 身体好点了 也跟大姐一起回去 我给你安排一个工作 或者我给你一笔钱 你干回包工程的老本行 谢谢洛雪 不过工作和包工程就算了 不工作 不做老本行 那你想干什么 姐夫不是不想工作和搞工程 其实她是不想要你的帮助 也不想这样回龙都 什么意思 姐夫已经被林丘凌骂成惊弓之鸟了 这样子回龙都 还是靠着你吃饭 也就等于要吃唐家的软饭 这样下去 她永远都无法在林丘凌面前抬起头来 姐夫是希望靠自己打拼出一点东西 哪怕无法一紧还乡 也能挺直腰板做人 原来你要做点成绩出来再回去 行 你暂时不回去 我会让爸妈和大姐先回龙都 还有你不接受我的工作安排 但你总要接受我的资金吧 不然你怎么东山再起 资金更不行 如果让林丘凌知道了 不仅会找她把钱拿回来 还更会讥讽她是废物 所以这钱姐夫更不能要 那怎么办 小妹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翻身的 最多三年 我一定会杀回龙都 姐夫啊 你不要唐家人的帮助可以理解 但你应该不会拒绝帮我做事吧 十三 我也不能要你的钱和你的工作 先别拒绝 第一 我不是唐家人 林丘凌知道也没理由羞辱你 第二 我也不是给你钱给你工作 相反 我是需要你的帮忙 我手里有阿波凉茶的40个点股份 但是非常零散和繁琐 我需要你成立一家公司 把它们全部整合了 另外 我还需要你注册一个泰泰凉茶品牌 我商业敏锐不详 对公司运作也不熟悉 所以我需要一个靠谱的人帮忙 而你就是我的人选 整合股份40个点 这可是大股东董事长的节奏啊 董事长你就别想了 你暂时做总经理吧 不过现在整个公司就你我两个人 而我又喜欢做甩手掌柜 所以只能你这个光感司令挑起蛋子 至于薪水 除了运营费用之外 每个月给你一万块 股份整合后 我可以给你三个点的股份 哦 行 十三 这是交给我 我保证帮你弄得妥妥当当 我决定了 之后半辈子就给你卖命了 我一定要风风光光回去龙渡 怎么样 沈碧琴给的凉茶秘方 行不行 哇 绝对是六级秘方 太好了 我们沈家辛辛苦苦研究 30年都没有进步 现在 他竟然拿出来了 嘿嘿嘿 现在怎么弄 要交给太姥姥吗 不交 既然东西在我们手里 那就是我们的功劳 走 带家族的人一起去找沈碧琴 就说他偷取我们研究的秘方 给他来个二次伤害